要總結 今早林鄭的所謂記者招待會 她站在那裡講幾句 是重重覆覆好像一架破爛的錄音機 但她主要的信息基本上是告訴全香港人 我沒有做錯 這個信息真是證明她是死性不改 是死不悔改的 由六月到現在她從來都是這樣的一個態度 而另一樣她是非常之不堪的 就是她將所有的事情倒轉來講 是黑白顛倒的 是將果因之間是剛剛倒轉的 而她講的什麼玉石俱焚 不歸路這些說話 她正正就要負責我們就送給她 而她說縱容暴力 正正就是林鄭這個政府 是一直一直在縱容警察的暴力 大家市民是有目共睹的 真是再次一句公道自在人心 而她第三樣就是她現在是企圖 玩一種聲東擊西的策略 就故意說說現在市民的訴求已經變了質 又怪說網上很多的傳聞 就是她用英文說 有alterior motive 用中文呢 可能譯做都是共產語言 就是別有用心 是什麼用心呢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她是說不到的 但是她就用這個理由 就說什麼訴求呢 我都不再回應了 因為是變了質 五大訴求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唯一一個比較深一點的 可以說是第六個訴求 就是我們要真普選 雙普選 真普選 雙普選 這三個字 難道林鄭未聽過 覺得是完全是很陌生 因為你如果純粹說 我們這條什麼逃犯條例的事情 如果香港有真普選 真正的一人一票 怎麼會選到一個這樣的特首出來 為什麼是沒有關聯 而第二 如果我們有真正的一人一票 普選立法會 全部普選 她怎麼會就 本來大安旨意 在立法會數夠票 她就想著這條逃犯條例 我沒怕過 你們一百萬人上街 我都沒怕過 就是正正 林鄭自己 在一次記者會 六月十二日之後 告訴香港人 和平訴求 她說叫我們和平表達 對她來說是沒有用的 是六月十二日 有了血腥的場面 她就說 我們暫緩 這個是她自己的前言 不對後語 是自打嘴巴 是自己刮自己耳光的 而最後一點 很明顯 她仍然是用北京那一套的了龍正字 就是說 好像生活在一個龍中 只要你有公番 有飯吃 有啞遮頭 就什麼都不用擔心 任何人要破壞你這種生活 他們就是壞人 這一個是完全 和我們現在 大家看到的年輕人追求的 民主自由 真正的法治 和我們人權的問題 是完全脫勾的 她就在說 我們的法治精神什麼什麼 最終 她用英文說的 她說最終 有什麼事 我們法治 Rule of law 就由the court來決定 由法庭決定 你簡直是陷我們法庭於不義 今天就 十點前 香港人都曾經有一個幻想 就想著 經過這麼多日來的煎熬 林鄭會出來講一些的人話 包括 要麼就是她自己辭職 要麼就是她回應 五點訴求裏面 最重要的兩點 撤回和獨立調查委員會 但是今天我們聽到 就是正如她所說的不幸言重 玉石俱焚 是要攬炒香港 陳茂波講了一大輪的數字 簡單一句 香港是水深火熱 如果香港水深火熱 暴政的源頭 是林鄭和她的施政 怎麼會有一個 這樣的回應呢 當我們香港 去到每一區 都有一些市民自保 黃大仙自保 藍田自保 將軍澳自保 所有人都不能夠信這個政府 和不信警方 她還是完全假裝傻 今天我知道我們的股市跌了七百幾點 其實是一個惡號來的 我知道這個禮拜尾 有一些所謂人大政協 會見那些北戴人 我想跟他們說一聲 如果這一種政策 如果是林鄭或者她後面的後台中聯辦 要繼續這樣做的話 香港是不歸路來的 我奉勸所有在香港 尤其是商界的一些林鄭的朋友 和一些商界的政黨 如果她再縱容林鄭這種不負責任的施政 香港是玩完了 我不當今天是香港的末路 但是如果林鄭繼續用她的每天四點鐘 大家還記得以前警察有個四點鐘許Sir 現在是不是每天四點鐘七七七呢 我不知道 如果每天四點鐘七七七 香港是玩完了 我希望這個星期裏面 無論那些和大陸很親的人 和一些商界 一定要出聲 唯有大家共同努力 香港人團結 才可以真是令香港不再沉淪 我們的社會亂到這樣 我們期望特首出來給一個解決 給一個解決的方法 但是她竟然說 我們解決的方法就是開記者招待會 她過去兩星期 社會一樣是這麼亂 我們期望等了她這麼久 原來她說她怕那些團體控制不到場面 賣不到保險 所以她不敢出來 這是什麼特首來的呢 整件事是她搞出來的 如果不是她搞的逃犯條例 香港怎麼會有這麼亂 她說現在性質已經改了 什麼革命 光復 很多深層次的矛盾 當然在這裏 那你就逐個化解 逐件去解決 最基本的問題就是 現在市民是不信你 你搞的逃犯條例出來 是威脅我們的人身安全 是破壞我們的法治 製造了這麼多的仇恨 警方的暴力 警方的暴力 黑社會的暴力 白衣人的暴力 是沒有後果的 市民的暴力 她就說依法懲處 你這個特首 除了懂得兩個禮拜 隔兩個禮拜出來開記者招待會之外 你現在就是推香港去死 這樣的特首 正正就是整件事的始作勇者 到現在仍然死不悔改 明患不靈 這些人 真是不死都沒用 實在非常遺憾 和憤怒的 因為她是誣蔑了 這段時間的抗爭運動 她說現在 變質 是挑戰一國兩制 但是大家看看 我們只不過是提出五個訴求 而特別 近期 無論很多的社團 也叫公僕 都不斷說出 只要你去撤回這個條例 和成立獨立委員會 大家都覺得 可以去停一停下來 那如何去挑戰一國兩制 你這樣做的話 再陷入市民的不義 這是我絕對不能夠接受的 而同時 你今天告訴我們 你首要任務 是要維持 管治香港 這個癡人說夢話 癡人說夢話 的群眾運動 我覺得 林鄭 你不能夠再是 本末倒置 和堅倒是非 你真的 如果要解決 香港目前的問題 唯一一條出路 就是你出來 去接受 和承認 民眾的五大訴求 這樣就 然後才有出路 香港 然後才有希望 如果你繼續 去維持現在的歸宿 和駝尿的政策 不敢面對的話 你 這條路 你必然要下台 事實上 我們覺得 你下台 是遲早都要下台的 但是問題在於 你今天 能不能夠在你下台之前 做一件好事 為香港的繁榮安定 做一件好事出來的 好事 我有一個 淺藍絲的朋友 我每天都叫他 將那些 深藍 或者淺藍的群組的東西 全部轉給我的 我暫時看到一個 共識 香港社會 我看那些 深藍 淺藍的群組 不好意思 我偷看 他們的 資料 不過那些 全部都是一些 評論 他沒有說的名字 所以我不知道 哪個人 打哪個人 但是我覺得 有一個共識 香港社會是相當團結的 就是希望林鄭 快點下台 即使是 建制的人 都覺得 他不走 就死定了 因為可能他們 又不見錢 又不見很多 社會 不能安寧 甚至有些 擔心自己 回來暑假 那些 子孫 都可能 隨便被警察打破 他們自己也有擔心 記住 OK 我跟著那番話 我 希望 和中央治港者 是說 我自己作為 香港一個議員的意見 第一 如果中央政府 她的底線 或者非常不希望出解放軍 現在困境 只有林鄭 可能特首辦 加上那幾個司局長 和警察 就是這麼多 其他部門 都已經散了 沒有人當她是特首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如果 中央政府 還是想著說 喂 林鄭 你搞什麼 傳出來說 你搞什麼 蘇州市 你才好走 我想 中央政府 就是非常不治 在這個時間 其實 林鄭和我 是 搞不定蘇州市 也 沒有辦法 能夠 拉近跟民眾的距離 她會出一個記者會 就只會 明明 可能激進的人 舉例什麼叫激進 現在可能的定義激進 就叫做扔石頭 叫做激進 香港 從前 十幾個巴仙 十幾個巴仙 二十幾個巴仙 現在可能 過半數的人 是可以諒解 甚至支持這些行為 如果你這樣發展下去 的話 究竟她怎麼可以解決 憑那幾千個警察 或者三萬個 叫做 如果不休班 叫做三萬個 所以只能夠政治問題 就真的政治解決 四件事 第一 我希望中央政府 我知道你想找人 但是找人 可能有一個過程 但是快點找 然後就讓林鄭快點走 因為 連很溫和的女大陸教授都說 林鄭 就算現在命令這個獨立調查 都沒有公信力可以減溫的 只有她離開 然後繼任人 再去命令這個獨立調查 才有得搞 第二個要解決的 就是 要撤換那些司局長 准許那個新繼承人 第三就是 那個繼承人 盡快要和中央政府 可能你說 negotiate 也好 什麼都好 要傾妥 向前的政改是怎麼做 你以為 只是獨立調查 都止不了咳 那 做完這些之後 當然 那個選舉 那個市民都很生氣 因為你只有千二人選 但是如果那個繼任人 都知道你假的了 這個千二人 但是你能夠找到 一個人 他有一個政綱 是向前推進那個普選的 還有什麼獨立調查 當然 我相信 社會是明白這段時間 是過渡的 這樣 才有機會緩和 最後一點 就是 如果 不是這樣去 徹底扭住局面的話 那我就是 告訴中央政府 我自為一個 都做了一段相當時間的議員 現在觀察局勢 我只能夠說 是會發展到 可能 中央政府 不出解放軍都不行 那當然 這個 中央政府自己考慮的代價 和究竟這樣對於 國家 對於香港 對於台灣 究竟是有什麼 或者對國際關係有什麼影響 那他自己 這麼聰明的 應該去處理 那這個是我小小的意見 是向中央政府治港者 是進言的 我只是想補充 我只是想補充 涂謹申所說的 從今天 林鄭的發言 你看到 她有三個策略 第一個策略 就嘗試 是通過挑動 這個 民族的情緒 將市民對 政府的不滿 扣連上 就是所謂的 是 時代革命 光復香港 她想嘗試 從一個 就是民族的情感 去 進一步 去撕裂和分化香港 我覺得 這個是最大惡極 第二 她嘗試 是將所有的 是經濟滑波的問題 是推了下去 近這九個星期 她自己的 是歸宿 神隱 不現身 沒有任何的解決路徑 去解開這個政治困局 將所有的責任 是推給 就是群眾 我覺得 這一個是不負責任 第三個 你會見到 她是很清楚 告訴香港市民聽 未來 將會由警方 每一天的一個 所謂記者會 去治港 她自己會不會 是去清楚 告訴人 究竟作為特區政府的 管治過程 有什麼策略和對策 去解開這個死結 答案就是 沒有 從這個角度 她即是 呼應著 在上個星期 港澳辦記者會所說 在香港 在香港 中央政府和 北區政府 都是打算 依賴 警隊作為核心的維穩力量 從而是推展 剪相應的是 警民衝突的仇恨情緒 我覺得這一個 是絕對 絕對的一個 是 沒有道德 也是不負責任的行為 到最後 林鄭所說的是 玉石俱焚 其實 正正是因為 林鄭自己的 不負責任 引致到 她在不願意 承擔政治的後果之下 是去演化下來的一個苦果 當然 我會見到 現在特區政府的策略 就是打算 在接下來 是會用一個 很強硬的態度 可能再不會有 驅散 先 後拘捕 可能是直接 就採取這個 拘捕的行徑 因為這樣的話 我也都希望 所有的是抗爭者 一定要謹慎去閱讀 現在特區政府 和中央政府 這一套的是陰謀和伎倆 因為她這樣做法的話 我們更加是要小心去應對 去確保 我們的是抗爭者 是不會 是不會 因為 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 這一套的是方式 我們會有所退避 但是 我們要用一個更聰明的方法 去令到不流血 不受傷 不被捕的策略 是能夠延續 從而去令到 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 明白到 市民的抗爭意志 是絕不退縮 我需要英文 我需要英文 我想要做 Carrie Lam 她說 香港和中央政府 她沒有做錯的 她沒有做錯的 她和她的政府 都被判斷了 她使用了 她使用了 逐漫的方法 去嘗試 嘗試 嘗試 她使用這個 抗爭意志 抗爭意志 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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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一種詞語 那是一種詞語 如果她覺得這是一個問題 什麼是解決的 我們會推薦她 試試民主義 她一直在談論法和平衡 當時在這裡的情況下 是缺乏正義在這個社區 是 不好意思 今天主義已經介紹了 我覺得成功的大霸 大陸正在有個分析的 多數的負責大陸 你覺得這個局勢 是前進去的 你覺得剛剛 你找到一些聰明的方式 是怎樣的呢 是否在我們比要更加製作的聖合 還有當時政府會有更加深入的 有什麼推薦的軟逃呢 跟一些政府的上層官員談 他們私底下幾乎意念和感覺都是 現在的香港政府已經是百分之百一個傀儡政府 起碼在意念上已經是 因為它完全是以北京的馬首是瞻的了 你說會不會一直擔心下去呢 我們事實是憂慮 情況只會是更加惡化的 我們如果真是把這個罷工的行動 如果它真是是民意於無物的話 我們就唯有將這個行動升級 因為這個起碼是一個不流血的抗爭 但是我們真是呼籲林鄭 你就不要在那裏搞些什麼民生那些說話呢 以為可以哄到香港人 哎呀 你有工番 有學番 有飯吃 有床睡覺 你就很開心的了 誰搞亂你這樣的生活模式呢 他們都是壞人 這個是非常幼稚的說法 我們是人 我現在跟你說人權 說人的尊嚴 純粹溫飽權 是動物權 這句說話是以前司徒華的名句 我想回應那個暴力那裏 政治問題從來都不可以靠警察或者暴力解決的 如果我們以為我們的政府以為可以用警權或者用暴力 甚至用黑勢力令到這個政治問題解決呢 我相信是剛剛倒轉的 它只會令到大家的仇恨 即是說香港人整體對政府甚至對北京的仇恨是每日加深的 大家記得很清楚 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 是中英聯合聲明 是中國面對全世界其中一個重要的文件 而當全世界在看香港可不可以落實一國兩制 如果在這一次 在這一波裏面 香港是造成一個不能夠收拾的局面 講到那個是暴力升級的話 其實香港只會令到在國際間 令到中國在國際間是完全沒有顏面的 我在這裏再一次奉勸 搞散香港 提升暴力 只會令到一國兩制是完結 令到全香港的市民都是對北京是更加多的痛恨 是完全幫不了所謂現在的國策的 我希望北京聽得到 大家要憂慮一點 現在很多人的最重的最重的懷疑 似乎是北京事實是對在香港出解放軍 本身是有保留的 因為無論是國家經濟 以致國際政治外交的代價可能會很大 但是 是不是就是因為這樣呢 反而是附託了香港的警隊來代替軍隊的任務 而香港的警隊就真的自以為是軍隊 然後視香港人為敵人這樣來打 這樣來鎮壓 這一個是令人非常憂慮的一點 我認為 你認為中國政府會做到 對於香港的情況下 對於香港的情況下 然後對於香港的情況下 對於香港的情況下 對於香港的情況下 we would assume they don't want to know they don't want to understand and that's uh more than sad a scenario uh we hope uh they could uh the uh the uh learned people in beijing would at least deliver some uh sincerity by uh suggesting via kerry lam probably that okay you guys you want uh democracy perhaps we can talk now we can talk uh just three words and uh maybe maybe uh that that could help uh appease the society other questions 其實現在屬時那個社會整體強硬的回應 其實可能會少一點人家不回應 想問一下你覺得 今天可能出現的內衝突 要不要再升級嗎 可不可以回答 今天又會發生什麼情況呢 我們就不會在這裡作任何預測 年輕人是年輕 但是他年輕得來 仍然是成年人 他們是年輕的成年人 有自己的意志 自己的判決 你第二條問題是說 一開始問題是 內衝突出的情況是中西區衝突的 是 是 是 很明顯香港警方那裏是有濫捕的情況 亦都有濫告的情況 濫捕大家都知道的了 很容易就 屈手指一掃 在幫人的護士 一對未婚夫婦是純粹扶起一個跌倒的 另外一個女仔等等這些 總之你走得慢 就你不幸運 這些是濫捕 但是濫捕就更加得人驚 因為到現在呢 我們民主派是寫了信給鄭若驊 剛才是沒有人問鄭若驊去了哪裏 是不是 去了放暑假 我們是剛剛兩天前 民主派會議才寫信給他 他現在是 跟警方說 你可以告的 以前是書面告訴他們的 是一個很好的 寫出來白紙黑字的 書面的法律意見的陳述的 現在是口頭上說 行了 打個電話 口頭告訴你 這個可以告 這個可以告 這個可以 你真的有沒有搞錯 現在香港就淪落到這樣了 然後聽到林鄭開口埋口 說我們什麼法治 依法而治等等 法治精神和依法而治是絕對有分別的 但是我們相信林鄭是不是太理解 好 OK 謝謝